虽然说现在经济越来越好 汽车也比较便宜 但是想买一辆好一点的汽车 还是需要20万左右 对于刚工作或者是工资不高的普通人来说 还是比较有压力的 即使如此 现在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去购买 就算没有钱 贷款也要买一辆 现在按揭买车已经是长事了 很难买的汽车 很多年轻人都会选择按揭去买一辆车 大家都知道按揭买车所给的钱 要比一次性付完更贵的 因为要给利息 为啥很多人省吃俭用 贷款也要买车 现在很多年轻人虽然才开始上班 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代步车 而上了几年班的 更是会花钱给自己买一辆 要是身边的朋友都有了自己的代步车 自己没有一辆 还是挺没有面子的 所以说很多朋友在自己公司 还能承担的情况下 会选择去按揭买一辆 只要有一点手付钱就可以购入 对于经济不好的朋友来说 也是比较好的 虽然说总的钱要比一次性贵一些 但是一个月还是有一点 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这就注重面子而买车 而且现在自己有一辆汽车是比较方便的 对于已经结婚有了家事的朋友来说 如果一家人去外面玩 或者是去吃个饭之类的 开着车回来很方便 现在自驾游成了一种旅游的新风尚 而有一辆车就是必要的前提 其次就是要出门的紧急状况 比如家人突然生了什么病 自己有一辆车就可以直接送家人去医院 就不用打120等救护车来了 或者花时间找出租车 要是碰上半夜生病 汽车的用程就更凸显出来了 此外现在天气也是变化多端 一碰上极端天气要是自己有急事 或者是要上班 打车的话还是比较费劲的 要是自己有车开着就去了 不用害怕打个车排队几十分钟的情况 而且在闲暇之余还能够跑下网络车拉几个人 顺便挣点零花钱 这三条理由告诉我们 车必须得买 即使是贷款最好也要买一辆 为命自省的算个最无关痛痒的借口